學歷也不等於能力 有很多很高學歷的人 是不是代表他就很有能力 這是不正確的 那是一個修學分半 然後累積出來 這個證書不是真的 證書絕對不是假的 但它不合乎我們教育部的 那種在美國要待多久 或是一定的規範 時速或是學校的這種調量 當然教育是不承認的 可是那個求學的學習的過程 跟學分的取得跟證書 都是真的 那只是代表一個 就是終身學習的精神吧 我們不是鼓勵大家終身學習嗎 你有機會不管修學分也好 修學位也好 修什麼也好 而且不是說你拿這個來做一個 一個 我要 比如說我要教職在網上一層 我要幹什麼 要不要爭等或好或不適 就代表自己很努力地學習